你這樣第五段才講到重點 原來王家家不能離婚 是因為後援會反對對不對 王家家後援會我是不熟啦 那根據我們的經驗 因為他現在又是民意代表 他還有政治的這個 考量 事業背景要考量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都用台北 在看一個民意代表 覺得是個女強人 很自主 可是其實你知道回到選區之後 那就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地方 尤其他的選區是很保守的地方 就有很多眷村 很多傳統的農村 所以離婚的影響它的票嗎 就一個選舉 尤其是一個附助選舉來講 它會很快就變成一個攻擊的焦點 被攻擊 對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傳統候選人非常 尤其是女性參政 他就很喜歡拿你的婚姻做一個話題 就算沒有離婚也會說跟你離婚 不然你會分距不肯 像我孫孤的幾年快 反正我只要一選舉我就被傳離婚 不然就是我被家暴 可是我被家暴 我身邊的人是沒有人相信 是你家暴你老公嗎 大家都會覺得是我家暴我前夫 可是選舉的時候 女性候選人最容易被攻擊 就是婚姻的話題 尤其嘉嘉現在事情弄得那麼大了 他一定是同選區的人虎視眈眈的對象 而且甚至搞不好連黨內複選都有 那家家的壓力不就很大 會很大 面對婚姻事業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可是你看以前那個 尤月霞也有離婚也有高票 因為阿霞姐她自己有她的掌握組織的能力 而且 她已經根深蒂固很久了 而且她以前是自己騎出來在操盤的 她一直都是自己是在操盤 一直在 而且她跟她靠說 她能讓她唱去投票 對啊 不過那是複數選區的情況 而且阿霞姐她的風格 走這一條路是OK啊 你看家家願意嘛 我想是很難 年輕的女性是比較不願意 用這樣子的訴求來 而且如果你現在還是政治人物 你會離婚嗎 我覺得我如果一直還在政治工作 就是說我其實沒有辦法冷靜的去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時間跟空間去看待我的婚姻 那也許我就不會離婚 我不會離婚的原因 不是說我的婚姻就沒問題 或者說我為了要維繫一個 政治人物的形象不離婚 而是說 其實我沒有辦法進 我就沒有看到我婚姻的癥結在哪 嗯哼哼哼哼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選上 讓你有時間 或者有機會跟老公好好的相處 相處以後才發現問題 去思索 對 發覺問題也不見得是他啦 我自己有很多問題 我發現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好 很好 其實我也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 在家庭生活當中 比方說 比方說我也不會繳水費啊 電費啊燈泡那些 所有生活的瑣事我也都不會啊 而且我很容易 小脾氣會梗住這樣的 比如說他上車我不沖水 我就會氣到從早上氣到下午 對我就會很氣 我就說你怎麼就會 那個很氣是不講話 還是跟他大吵一架 我不會吵架 但是我就會氣到整天不對勁 讓他感受得出來你是不舒服的 知道為了哪一件事嗎 而且你看過我以前在立法院罵人的樣子 然後兇狠的樣子就會是那種兇的態度 那誰受得了啊對不對 對啦 對啊 所以你看回過來講 你說王嘉嘉 我想他在家裡面也有一定的 當然我想不只是厚霸霸霸 但是有一定的強勢 不然他不會找真信社去跟蹤他老公嘛 對你一定是有一些想法 或是有一些那種動作 你才會找真信社 調查老公 然後所以王子還會不會在告他教唆殺人嗎 我覺得他比較辛苦是因為 嘉嘉現在還每天在選區 那我是因為已經抽離我的選區 而且我的後援會 我剛剛不是有講 我的後援會逼我說一個院內要復合嗎 那我就乾脆就不回去跟他們見面 不跟後援會見面 對 我就不跟 因為我不選 我就沒有在經營這一塊 那所以我的後援會一直很氣我 那嘉嘉不一樣 他每天都在選區裡 你知道那種超多人 振開在四段 他一定會跟你說 雜螂潤結就不會了 我都可以想像 你就算去菜市場 人家也會跟你說 哎呀 我的老公 早上也是花五十年了 到時候就不會拚了 不會拚就好了 一定是這樣啦 他每天面臨這種多少的壓力在那裡 一人一去就淹死 淹死了 那你說他怎麼跳得出來 除非嘉嘉現在脫離那樣的環境 他可以很單純 誠實的去面對他跟王子豪的生活和婚姻 他可能比較有多空間 可以去做一些選擇對不對 對 尤其政治人物 如果你每天接觸到的人給你的話 你都會當作是金玉 所以要不要呼籲嘉嘉的後援會 跟選民 不要給他那麼多壓力 對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剛剛講一句話 很重要的重點是 通常女人 你會給蔡奇亞或者比較鄉下 他講一句話 哎呀 潤的就過了 潤的就過了 老公 我們老公也會五十年 我也潤的就過了 不是 現在不是嘉嘉要離婚 我現在不是說嘉嘉 我現在是你說 一般女性的態度就是 對老公潤的就過了 其實這個在社會學有研究過 就是說 如果我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來面對我的婚姻 而且我也犧牲這麼大半歲月 你怎麼可以有自由選擇 你是不可能有自由選擇 就是說 我自己都已經這樣子苦過來了 那你怎麼可以有 那個不同於我的 那樣子的行為反應 所以很可能把自己 其實是一個 對他自己人生 很不好的一種方式 然後就強加他的下一輩 甚至他自己的女兒或媳婦身上 所以一般來講 其實婆婆真的很難去 接受她的媳婦 是訴求要離婚的 其實就會覺得說 我也是論啊 你也要論啊 這是一個普遍的潛意識的思維 我就可以進去嘛 你敢不可以進去 對不對 對啊 就是這樣啊 男人人不用啦 對 會回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大哥大哥 不是不是 因為我實際上碰過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 先生是一直保持那個婚姻的 其實也還算疼惜太太 老實講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做錯 所以不管是經濟上給老婆的自由度上面是高的 可是呢 他是從年輕就會花花花 花到這個五六十歲 那自己感覺上體力是慢慢在退色了 那老婆呢 老婆也覺得說這老公沒有100分 可是他好像還有個六七十分 六七十分的意思就是說 他還是花 以前會花 可是現在慢慢的慢慢的他不花了 因為體力比年老是誰 身體搞壞了 花不了了 慢慢的他回來跟我相處的時間久了 越來越多了 再來是 反正家裡的經濟我也掌握住 對不對 再來是 平常他對我也還不壞 他常常會想到我送給我禮物啊 或者是這個 有時候他還會煮三餐給我吃 那這老公慢慢的慢慢的回來了 那他也覺得說以後你再花 再花你也沒體力了 我也不相信你能花到哪裡去了 所以那種婚姻的感覺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不可能他有辦法再安壯了 他已經等回來了 他等到五十幾歲把老公等回來了 我覺得有一些女性有這種念頭 有 亂一下就回來啊 過去的女性有 現在的女性比較沒有 比較難 所以不要期待 你太太會像你媽媽忍你爸爸那樣的忍耐你 OK 就要一個沒有力氣的男人回來幹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等到 回來服侍他呀 可是這樣子 我想現在女性是很難接受 那你要一個力氣那麼大的幹嘛 至少年輕一壯要躺東西 扛家樂福啊 扛一些扣子扣的東西 我覺得現代的女性是很難接受 但很多是發生在大概我們父母那一輩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們也統計過 就是比方說他們那一輩的 就是有名無實的這個夫妻 比方年輕的時候 長期是就沒有回來的 可是晚年又回來的 這樣的部分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離婚 他們有統計過 這樣有名無實的夫妻 比實際就離婚的數字其實高很多 高很多 半天的話這個婚姻就一直維繫著 就等等等 等他回來 那回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樣過生活 可是我之前其實有很長時間 在臨終病房工作 其實那個真的到最後一刻是不能忍的 我看過曾經有那個老婦人 她忍了一大半輩子 然後把她現在都忍回來了 但是她最後發現自己不治的時候 她就請假回去 就是送她老公一巴掌 說你欠我了 我要讓你回來了 就是說有時候其實那個 那再回來繼續做 那一巴掌也沒力了啊 她還是比她老公有力 這是幾十年的怨怨 然後她才會回來好好的接受治療 其實她已經是臨終了 就是那個死 內口氣一定要輸這樣 你應該這樣講 因為上一輩的女生大分都沒有工作 都是靠先生在養嘛 所以她人無可忍 只好重新再忍 那這一代不一樣 我們都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都有自己的一片 對 價值 對 價值觀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再忍 所以現在這代跟以前還不太一樣 那她是也許為了很多的考量 對 主客觀的因素比較複雜一點 對啊 後援會 對… 對 後援會還是滿重要的 後援會 力量大 這個後援會力量大